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叫我打听蓝姑娘的消息 我马上派人快马加鞭跑了一趟安徽 怎么样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 慧珍死了 什么 那蓝姑娘 她人已经到北京了 她人在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 没关系 我这就要如意去查一下蓝姑娘的下落 我这就要如意去查一下蓝姑娘的下落 钱公子 你们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刚来没几天 对了 你们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找 我们是来找你们家公子的 我们家公子也常提醒你们 对了 钱公子 听说蓝姑娘也来北京来了 是啊 怎么 你们家公子还不知道 我们公子 真让我急着找蓝姑娘呢 钱公子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蓝姑娘住在哪里 不知道 我知道 那太好了 钱公子 你告诉我蓝姑娘住在哪里 我就可以回去不命了 不成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 我喜欢蓝姑娘 你们家公子也喜欢蓝姑娘 我怎么可以让他们见面呢 钱公子 我如果这样回去告诉我们家公子 他会生气的 我也会生气的 你 算了吧 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们城山 你干嘛动手动脚的 我会回去告诉我们家公子 告诉你们家公子又怎么样 城山 别理他 咱们走 你们知道我们家公子是谁吗 管他是谁 我们公子是当今皇上的六阿哥 好吧 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公子 就说我要见他 要把蓝姑娘的消息告诉他 那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到你们王爷府吃中饭 卢尔异 是 你约了钱公子来吃午饭吧 是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这 我看钱公子他是打算来吃晚饭吧 我说 如果要去的話,六王要會生氣 好吧,我去 你就不用去了 為什麼不帶我去呢? 我有事情,要單獨跟他談 錢兄,進來可好嗎? 不好 我倒是挺想念錢兄的 是嗎? 知道錢兄今天要來吃午飯 特地在這兒等你 等到現在都要吃晚飯了 我看你不是在等我吧 你是在等藍姑娘的下落 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把藍姑娘帶來了 錢兄還是這麼風趣 把蘭花比作蘭姑娘 錢兄為什麼不直接把蘭姑娘給帶來呢? 我捨不得 可是我也知道你喜歡蘭姑娘 又不能不帶 所以只好以一盆蘭花來代表蘭姑娘 總算你的心意到了 那我就收下了 慢點 今天你收下這盆蘭花 就表示你想要蘭姑娘 這是兩回事 我把它當成一回事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 你是要留下蘭花呢 還是要我把蘭花帶走 你如果覺得有困難的話 我倒有一個很公平的辦法 什麼辦法? 我們賭一賭 三招兩勝 誰贏了誰把蘭花拿走 當然她就有權利去找蘭姑娘 怎麼樣? 我不賭 你怕輸? 我不怕輸 那你為什麼不賭呢? 我知道我賭不過你 你是當今的六阿哥 有權有勢 富甲天下 秦兄 我如果要是那種 愛玄要自己人的話 你不會到昨天才知道我的身份 再說 咱們是朋友 不是仇人 我不想因為一位姑娘的事情 傷了朋友之間的和氣 好 這麼說 你是不敢賭了 秦兄 既然你這麼堅持的話 那我們就較量較量 我相信我還輸得起 富翼 在 先退下 是 好 光腳的遇上穿鞋的 我不在乎 來吧 沈讓 一平 我看就此歇手 我憑什麼跟他爭 就算真當手 來也把我當兄長 你不是說你輸得起嗎? 再來 誰呢? 你… 君子之聲 秦兄 臣讓我 秦兄, 能不能告訴我 藍姑娘住在哪裡? 不知道 你騙我? 我真的不知道 如意 在 送客 是 是 娘, 我去了 去吧 順便在街上買點禮物帶去 我知道 娘, 姐姐去哪裡啊? 姐姐打聽到穆大人家了 現在去拜訪穆陽阿 可是北京這麼大 姐姐可不要走迷世道 陸公子 北京做官的人家太多了 不過, 能數得出來的 還沒有姓陸呢 好 沒關係 我只是順便問問 我今天來 主要是來看望穆大人 家父已經過世了 我應該來禀報一聲 真是遺憾 如果令尊在世 能夠在北京相聚 那該多好啊 好 好 這位是蘭姑娘 是蕙玉蘭蘭姑娘啊 長得這麼大了 老夫人好 這位是 這是我女兒齊兒啊 比你大一歲呢 那該喊生姐姐了 不敢當 來妹 你坐呀 齊兒今天回娘家來看看 你們算是有緣 平常想見面可也不容易啊 齊姐已經出閣了 是啊 嫁給翊竹 翊竹是誰啊 翊竹就是當今皇上的四阿哥呀 啊 嫁給四阿哥 是啊 不過這齊姐啊 人很好 一點這樣子都沒有 帶著我啊 在她家後花園裡玩 還告訴我很多宮裡頭的事情 宮裡頭的生活啊 看起來像榮華富貴 實際上很拘束 尤其是那個四阿哥 這個阿哥啊 人太風流了 到處循荒問流 現在都病倒了 怎麼說 阿哥只是受了點風寒 稍須靜養就會好了 哦 幾個 各位大人 阿哥復原得很快 我立刻就去處方 四阿哥雖然復原得很快 可是還是需要人伺候 有啊 宮女隨時伺候在外頭 齊兒太累了 我叫到回娘家去歇兩天 坐吧 四阿哥吉祥 有事嗎 沒事兒 特地來看看你 好 謝謝你啊 快點兒 快點兒 你跑不掉嗎? 你跑不掉 廖, 那個人的眼睛我有印象 好像四哈克府的侍卫 偷白紅刀這件事, 不許告訴任何 打 四阿哥 听说四阿哥抚养了几名高手 上次要你的白红刀不成 现在就派人来硬抢了 我想这块令牌 也许是有人想栽赃嫁祸 他为什么要栽赃啊 想造成我跟四阿哥的误会 我看想造成误会的是四阿哥那边的人 他怕皇上立你为储君 我没有资格 四阿哥比我年长 而且又是皇后的嫡长皇子 再说四阿哥也知道 一旦他当了皇上 我也会尽全力辅佐他的 四阿哥本性纯厚 可惜耳根太软了 疑心又重 再加上苏顺那般的 有野兴的亲信大臣 这么一挑拨 六阿哥 你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我跟四哥之间 从小感情就很好 再怎么说 我也不会相信 他会派人来偷我的白红刀 什么人 宋远 是我 是你 参见苏大尔 都照着我的话做了 性不辱命 曾个林庆捡去四阿哥的出入令牌 这把账都算在四阿哥的头上 很好 你立了大功 四阿哥府那边 你也就不要回去了 宋昭 在 上次 是 多谢苏大人 应该的 至少 这样喝酒很没趣 我们来行个酒令如何 好啊 但是有谁先起头呢 当然是六哥了 我们兄弟几个六个诗词读得最多 别提了 想当年啊 每天早上四经啊 就要起来去读书了 四二个一向是最准时的 我啊每天就差点赖床 非要等着人家喊四二个要走了 四二个要走了 我才会连滚带爬的喊着 四二个等等我 四二个等等我 四二个 我记得这位比同胞手足还要亲的兄弟 好啊 来 四哥 我送你样东西 这 这是我府中的令牌 你哪来的 有人来偷我的白红刀 故意留下了这个 我绝对没有派过人 我知道 四哥 既然有人能说我的坏话 当然也能偷你的令牌了 果然有人想挑拨离间我们兄弟 六弟 六弟 我敬你 还是你有好度量 不敢 四哥 你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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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驾到 皇阿玛提下 起来 起来吧 谢皇阿玛 朕听说你们在这聊天弯过来看看 朕见你们兄弟和睦感情融洽十分高兴 让我们来敬皇阿玛一杯 恭祝皇阿玛福寿康太 好 朕就喝了这杯胸有蒂宫的酒 好 你们聊聊吧 我这就走 不必行礼了 皇上 大事不好了 皇上 皇上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晃晃张张的 英国兵庄开爆红决 广东沿海炮台 梁光总统一山高级 这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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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儿臣公送皇阿玛 儿臣公送皇阿玛 这个牧章阿欺上瞒下 国事搞成这样 这该格子打扮 这人老糊涂 碰上可恶的洋人就吓破了胆 洋人气氛太甚了 咱们何不发兵把洋人全都赶走呢 这洋人兵精气力 要是咱们自己再不争气的话 到时候吃亏的一定是咱们自己 六弟 你未免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洋人拿鸦片害中国人 赚饱了银罪回去制造兵器火炮来打我们 只要咱们灭学了鸦片 咱们就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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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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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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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搞不好, 你來真快 小娘, 你怎麼樣? 蕙伯母 蕭恩, 你怎麼也來北京了? 我呀, 來了短時間了 我跟程山到處在找您 程山, 程山, 程山 你大吼大叫的幹什麼? 我就是怕客棧草才跑到這兒來的 我找藍姑娘了 少爺, 您的信 是藍兒 藍姑娘 魁別甚酒, 念念 盼於明日晨時這教場一物 明日晨時 如意 在 明日晨時, 千萬別忘了 姐姐, 你在想什麼? 柔妹, 別忘了提醒我 明天晨時, 要她教場去 去教場做什麼? 傻丫頭 她來信了 誰來信了? 是不是程山哥? 不, 是陸公子 是陸公子, 她心上說什麼? 她心裡說 已經知道我來北京了 約我明天晨時到教場去見面 有很多事要告訴我 叫考案 看你 六公子 冷 冷 看他 老公子 看他 你怎麼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正想問你呢 你怎麼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是因為接到你寫的信 才會到這兒跟你見面 我沒寫信給你啊 是你寫過我的 我也從來沒寫過信給你 那是誰呢 對 一定是他 誰啊 錢塵山 你見過他嗎 他來拜訪過我 兩個人搞得不太愉快 為什麼 為了你 那就奇怪 我到北京以後 一直都沒空過面啊 怎麼會為了我 鬧得不愉快呢 說來可笑 他把你當成賭注輸給我 無聊 我也不是他的人 但是 他已經把你當成他的人了 他都沒名其妙了 噓 到北京以後 到過哪些地方 很少出門 經常來往的就是齊兒了 齊兒 好熟的名字 你不會認識的 為什麼 我跟人家打聽過你 人家不認識你 你怎麼會認識他們呢 那可不一定 也許我就認識 他們高不可拍呢 越是這種人家 我越可能認識 他姓什麼 姓沐 沐 沐 沐揚的女兒 對不對 你真的認識 不但認識 而且啊 還很熟呢 你是說齊兒 對 你不要亂說 人家是四阿哥的人呢 在家我排行老六 在宮裡 他們都叫我六阿哥 如意是我身邊的小太監 上次因公跟我到安徽去 宮裡的人 為了我的安全 所以勸我以為父愛出 而且我以陸公子與人交往 你當穆家去打聽陸公子 他們怎麼會認識你 難怪赫山大人 會放了我爹 爹 你爹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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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我只想認識一位知性的朋友 沒有想到你是一位二阿哥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身份 我会永远是你的朋友 你有什么顾虑呢 你是当今皇上的阿哥 我是犯官的遗属 一定会遭到别人的议论 你 你不要把我当上阿哥 你把我当成普通的人 说实在的 到了一次安徽 外界的事物见多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 遇见了你 我常常在想 如果不是阿哥 那该有多好 我可以马上跑回安徽去找你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也不愿意享受 什么荣华富贵 我只要跟你长相厮守 过平民的日子 那该有多好 妈 你愿意嫁给我吗 只要你真心里喜欢我 我都愿意陪你一杯 六爷 时候不早了 你还要赶回宫里去探望皇上呢 handicap 你也别说 你还要赶回宫里要赶回宫里 洗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屬下奉命跟踪六阿哥 发现今天他一个人出宫 前往教场和一女子约会 那女的是谁 惠玉兰 六阿哥好大的胆子 终归名裂 宫中人不得与外官来往 他不但违背祖训 而且结交犯官的女儿惠玉兰 好极了 我们用这个把柄 就可以在皇上面去扳倒六阿哥 那么立除四阿哥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稳操胜算了 请去训练 快点 快点 回家 没用 是 你说我的说法对不对 不对 慧征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海关 何况人也已经死了 就算是六阿高违背了祖训 结交犯官的子女 让皇上给知道了 这也不是什么滔天的大罪 更何况 如今晚六阿高是皇上跟前的红人 就凭这么点这么大的小事 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如果我不告诉兰儿 后天他们约会 不但对他不利 也对六阿高不利 我把事情告诉他 他一定不会相信 反而会说我从中挑拨 真是难哪 好 程山哥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今天刚到 你刚来就能找到我们啊 你忘了 我是大游侠 许久未见 风采依旧啊 你也一样啊 伯母呢 他们到庙里进香去了 那太好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找到陆公子了 真的 那恭喜你了 你不要来这一套了 他已经告诉过我 你去找过他了 你还说你刚刚才到北京 我今天刚到北京并没有错 不过前几天我也来过 住了一夜我就回天津去了 我才不相信呢 兰儿 兰儿 我今天来不是来逗你 我讲的都是实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两天你恐怕会有灾难 所以我也想劝你 后天不要去 你说来说去 还是别有用心 不 我是为你们两个好 你少猫过耗子假慈悲了 这里面有很大的危险 我才不要听呢 你非听不可 你们之间情投意合 这个我知道 可是当今 你不听不懂 皇上必重 策略厨医 你是犯官之后 你跟他在一起 会对他不利 好好想想 你不听不懂 我真的想想要走 你不听不清 你不听不清 你不听不懂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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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她 娘 娘 姐姐, 你怎麼還不去呢? 娘, 我告訴你 再不去的話就來不及了 娘 她不來也好, 您跟這種人交往, 到底犯了忌諱? 你 掌嘴 是 这位恕罪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小的也是为您好啊 你 好了 三辈子 我们就让他死了这条心 去呀 快 六爷 小安来了 六爷 什么事啊 蓝姑娘 让我带个口信来 她左思右想啊 她觉得高盘不上您六爷 什么话 他人呢 蓝姑娘 被我们承山带到天津去散心了 六爷 六爷 你这人懂不懂得报喜不报忧啊 没当过猜 过来 畅爹 臣等同兄協力 共言國使 請皇上安心養命 你們歸安吧 臣等告退 走 齊兵兩位二個刺客潛入 四個, 我們分頭去追 追 為什麼入宮行刺? 我不是行刺, 我是想欽城咒責深淵 什麼意思? 家父大學士, 劉景仁 被肅潤監禁陷害 皇上不變是非真相 你們把家父給問斬了 我奏折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奏折呢? 天, 他跑了 他沒有耶 我以為三十四代 你看你 那股四代 我不是明天 他馬上訪問你 他ان 整個 您把这件事面奏给圣上 四阿哥 这可是个机会哦 这 皇上现在病重 就算是皇上病好了 早早晚晚还是要撤离太子的 四阿哥 您别再举棋不定了 别再犹豫了 可是他总是我弟弟啊 话是不错呀 可是现在时候不对 现在是谁继承地位的时候 四阿哥 您可别忘了 在狩猎的时候 你把人家当兄弟看 人家可并不一定把你当哥哥看 那一剑多悬啊 要不是四阿哥福大亮大造福大吉人天相 嘿嘿 说不定 刺客是雷主行的男儿子 他这么做 也的确是基于一片孝心 所以松赵当时把他抓下来的时候 我就出面挡下来 把人给放了 我这么一做 肃顺心里一定不是味道 六阿哥 你做这件事情 或者有欠考虑 可是我这么做 心里是光明磊落的 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 他是行刺皇上的刺客 这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我认为趁着这件事还没有传开之前 应该先到皇上面前解释清楚 不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解释 我是怕四阿哥 文翔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跟四阿哥是好兄弟 你不要怀疑他 他绝对不可能陷害我的 这事这么烦人 你不要怀疑他 皇阿玛 您就别烦恼了 这些洋人欺负我们兵力不足 只是战时性的 总有一天 我们 启奏皇上 四阿哥求见 那么晚了他还有事啊 宣他进来吧 遵旨 皇上有旨 宣四阿哥进见 皇阿玛 皇阿玛吉祥 起来吧 谢皇阿玛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见我呀 儿臣有件重要的事情 要向皇阿玛禀奏 有什么重要的事你说吧 儿臣这件重要的事情 要单独向皇阿玛禀奏 六阿哥 儿臣在 你先出去一下 是 儿臣告退 什么事你说吧 谢皇阿玛 谢皇阿玛 是这样的 上次在天坛拜祭的时候 出现了两名刺客 昨儿又出现了 抓到了没有 本来是可以抓到的 但是 却被六阿哥给放走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